您是不是因為怕被誤會 謝謝 你剛剛又在發零 謝謝 花生三法 你覺得是衝突進的 好啊 要下個票啊 謝謝 謝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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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周四位選擇 謝謝 花生您是因為怕被誤會 你剛剛又在發零 對 花生三法 你覺得是衝突進的 好啊 要下個票啊 謝謝 那另外明年 明年黨主席選舉 先前有傳出這個 韓院長介入選舉 但是昨天 韓院長的辦公室 有鄭重否認的這件事情 主席怎麼看 這一任的黨主席 是到明年的十月 再一次提起 還有一年四個月的時間 明年這個時候 再來討論 都綽綽有餘 那現在去 有些人 透過媒體 或者是有一些媒體 在造新聞 或者是有一些名嘴 在無風起浪 這些都是製造 當事者的困擾 尤其對韓院長 我們目前立法院 有這麼多要辛苦的工作 我對韓院長來講 也真的是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那對我們的直轄市長 不管是侯市長 不管盧市長 或每一位 現階段都在拚市政 那為什麼要製造這些謠言 製造這些困擾 甚至很多人試圖 造成國民黨內部的紛爭 或對立 想一想 這是誰在造謠聲勢 誰希望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根本沒有的事情 根本是只需烏有的事情 根本是無風起浪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對社會來講 絕對不是好事 我還是再次的鄭重呼籲 我們大家團結一起努力 現階段 我們把所有的市政工作做好 民眾關係的民生法案 趕快通過 明年這個時候再來討論 措措有益 香港的主席 外傳主席 想爭取明年的連任 需要赴昆琦的支持 所以對他很多 帶領黨團的風格爭議 都是隱忍處理 這個是標準的造謠 我最隱忍的就是這些 每天製造謠言的 這些媒體或者是民嘴 完全沒有的事情 就每天製造謠言 那他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黨萬買 那我如果同樣的 我們用這個 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民進黨一定也是鄭重否認 所以不是有人說嗎 過去馬王之爭 現在就是賴科之爭 那賴科之爭 是不是也民進黨要來解釋一下 這個都是無意義的事情 我們還是好好地努力地 把民眾關係的議題做好 那至於要製造謠言的媒體 我也知道你們背後的目的 也不得已了 但是我相信 這絕對不是台灣民主之譜 就是我們都會不理解釋自己的 因為說剛才那才會不斷 這次心的主意 就是在國際上進行的 這邊來說 不是他們能以出 因此在我個人的 每天都會不會受罪 這次人的主意 我們都會受罪 一個陣子的文化 我們早上的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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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作为中华民国的重要的政党 我们绝对不希望台湾变成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不断的提出国家安全战略法 今天对于Romanity登陆80周年 我们也对于台湾的安全战略提出一些建言 那甚至兵推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建议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保卫台湾 让台湾更安全 但是整体的战略上 我们一定要能够双低战略共同使用 也就是不管的透过保卫台湾以外 还要更重要能够反核气氛交流对话 这些都是双方重要的责任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 我们也不希望台湾变成最危险的地方 主席想要延续一下刚刚两岸的议题 就是因为两岸的关系跌宕起伏 然后还有一些大陆的军演来恫吓台湾 以及终止关税等等的 那昨天这个大陆台系联昨天就发表声明说 他们希望民进党要正视问题 不要提油救火 因为他们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焦虑的 主席怎么看 我刚刚才在接待外宾 我也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尤其是赖金德总统上任之后 不断的制造了很多的问题 不但造成国内的对立 也要造成两岸之间的 更严重的一些冲突可能的发生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 应该是要能够促进和平减少争议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尤其赖金德总统 要真正的以人民为念 让大家能够过一个安定安全安心的好日子 那另外花东三法部分 就是智库这边有说是还需要评估 那副总招他也好像跟过去 有点不太一样的态度 他表示说需要完全的共识才会推 是不是应该要多听一些党内委员的意见 那另外说虽然是花东三法暂缓了 但是不是还是有他的必要性了 我们认为任何的重要的地方建设都是地方民意所需求的 但是我们会就他的环境 就他的财务 就他的可行性 都会提出很多一些建言给立法院的党团 那的确我们对于重要的法案都是需要寻求共识 就是花东三法有他的必要性 但是也有他的一个大家共同取得共识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让社会多了解 也让不同的意见多沟通 最后形成共识 来形成一个大家推动的重要政策 那另外明年党主席选举 先前有传出这个韩院长介入选举 但是昨天韩院长的办公室有郑重否认的这件事情 主席怎么看 这一任的党主席是到明年的十月 再一次提醒还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讨论都绰绰有余 那现在去有些人透过媒体 或者是有一些媒体在造新闻 或者是有一些名嘴在无风起浪 这些都是制造当事者的困扰 尤其对韩院长 我们目前立法院有这么多要辛苦的工作 我对韩院长来讲 也真的是造成他很大的困扰 那对我们的直辖市长 不管是侯市长 不管卢市长 或每一位现阶段都在拼市政 那为什么要制造这些谣言 制造这些困扰 甚至很多人试图造成国民党内部的纷争或对立 想一想这是谁在造谣声势 谁希望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根本没有的事情 根本是只需乌有的事情 根本是无风起浪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对社会来讲绝对不是好事 我还是再一次的郑重呼吁 我们大家团结一起努力 现阶段 我们把所有的市政工作做好 民众关系的民生法案赶快通过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讨论 绰绰有余 乡前文主席外传主席 想争取明年的连任 需要赴昆琦的支持 所以对他很多带领党团的风格 争议都是隐忍出力 这个是标准的造谣 我最隐忍的就是这些 每天制造谣言的这些媒体 或者是名嘴 完全没有的事情就每天制造谣言 那他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党乱 那我们如果同样的 我们用这个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民进党一定也是郑重否认 所以不是有人说吗 过去马王之争 现在就是赖科之争 那赖科之争 是不是也民进党要来解释一下 这个都是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还是好好的 努力的把民众关系的议题做好 那至于要制造谣言的媒体 我也知道你们背后的目的 也不得已了 但是我相信 这绝对不是台湾民主之谱 好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